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021年6月 北方进入强降雨高发期 山东济南 气象部门频发极端天气预警 一个月前 考古队员在济南东郊 意外发现一片古代墓葬群 相继发现历代古墓三十余座 其中包括十二座原代墓葬 从M7开始到M18 墓中不断发现文字体积 M7号墓出现了郭氏之门 M8号墓主人名叫郭德 M9号墓的墓主人名叫郭正 这些文字体积 都指向了一个相同的姓氏 郭氏 出土了大量的这种墓葬 其中我们现在看到 至少有四座有体积 证明了是郭氏家族墓地 在这些墓葬中 智政 智元 等元代年号不断出现 明确的纪念 把墓葬群的年代指向元代晚期 为元代墓葬的断代 提供了一个标识的作用 其中发现元代砖式墓 规模之大实属罕见 尤其是M7到M12的六座 元代砖式墓中 精美的门楼和彩绘壁画 令人震撼 然而 大风暴雨等极端天气 频频光顾 考古发掘只好暂停 及时清理积水 成为考古队员首要工作 极端的天气 这让智奇感到心急如焚 待到雨室简入 他即刻催促考古队员 加快M12号目的清理 M12号目的清理 考古中发现的唯一座双式墓 一前一后两个墓室 这种规格在元代墓葬中并不多见 墓门是一道厚重而且坚固的石门 考古队员用了几天时间 只打开了半扇石门 从门楼上发现的文字得知 墓主人名叫郭十一公 他是谁 为什么能享有如此铺张的双式墓 刑其急于找到答案 但是石门后面半米多高的基图 几乎填满物室 想要 经过了整整一天的清理 考古队员终于进入墓室 考古队员开始着手清理煮墓室 泥土又湿又粘 刮起来很费力 没想到 刚刮开墙角下的泥土 就有了新的发现 泥土中露出了一个头骨的侧面 这就是墓主人郭十一公吗 他的头骨为什么会出现在墙角里 清理工作继续推进 在头骨旁边的黄泥里 人骨接二连三地出现 其中下颌骨已经与头骨脱离 散落在旁边 现在这边除了一个骨骨之外 这里有个肩胛骨 这边还没有脊椎 不过现在 这个泥太黏 粘在上面看不太清楚 即使是指甲大小的石子 也需要细心检查 轻轻抹掉外层的泥土 考古队员就有了新的发现 牙齿 以墙角的骨头为中心 向周边继续清理 手铲又碰到了硬乌 这应该是下颌骨吧 碎骨越挖越多 枝骨旁边又出现了一块骨头 这还一个下颌骨 这是一块很完整的下颌骨 这完全出乎了考古队员的预料 这是这座墓中发现的第二块下颌骨 这个M12它那个门楣上就记载的是 锅十一公坟 然后呢 就我们就当时就回忆 是不是只是埋葬了这个 锅十一公一个人 但是呢 在后市呢 发现了两具人骨 考古人员有些疑惑 难道这座墓里 还埋葬着第二个逝者 加速清理工作 果然在东侧墙壁附近 考古队员还发现了第二个人头骨 让行奇感到不解的是 牧师中有两具人骨 为什么没有看到棺材呢 通常尸骨是放在棺材里的 即使木势进水 尸骨也会随着棺材飘移 棺木腐烂 尸骨的位置也会相对集中 那么锅十一公的棺材 去哪里了呢 考古队员在泥土里翻找 不放过任何一个疑点 突然逐渐探到了一颗铁钉 那是铁钉吗 应该是铁钉 钉子已经锈时的面目全非 行奇推测 这应该是棺材上的棺钉 如果有棺钉 就应该有棺材 继续清理 泥土中发现异样 行奇注意到 木头所在的地方 是牧师墙壁上伸出来的一块砖 这个应该是灯瓶 也就是用来放长明灯的灯架 但是灯瓶之上 空空如也 清理完整个墓室 除了散乱的骸骨 没有发现一件陪葬品 考古队员 考古队员有一丝不祥的预感 牧师是否已经被盗了呢 为了尽快找到答案 行奇请来了体质人类学专家赵永生 赵永生 主要从事人类骨骼考古研究 尸骨都保留在发现时的位置 墙边的头骨下面的泥 还特意保留下来 右侧的鼓骨 右侧的颈骨 还有左侧的颈骨 还有这是环锥 也就是我们说的第一节的颈椎 骨骨又称大腿骨 颈骨是小腿内侧的骨头 根据两个左侧的大腿骨 赵永生断定 墓里确实存在两具尸骨 一枚头骨紧贴墙面 赵永生清理掉上面的泥土 仔细观察 我们这头骨来看的话 头骨来看的话 眉宫还是比较发达的 眉宫还是比较发达的 前额还是比较清晰 推测测是个 可能是个男性 就是偏男性一点的一个特征 从头骨上看 这个人面目棱角分明 应该是一个男性 墙角的另一个头骨偏小一些 头骨的线条更平滑 这个从头骨来看 还是呈现出比较 一个女性的特征 女性的特征 一个弯曲的骨头吸引了她的注意 我们主要看这个地方 这个位置 这个做骨大切剂 明显的是女性的特征 很宽啊 很宽啊 做骨大切剂 是组成骨盆的一块骨壳部位 女性骨盆的形态 会明显区别于男性 从做骨大切剂的形状 赵云生进一步确定 这是一个女性 像 没有牙了 也是没有牙了 也是都是 说明这个墓地埋藏的一个成年 这个体年龄都挺大的 年龄挺大 对 年龄挺大 牙齿是最坚固的骨头 但是墓里的两个下额骨 都没有牙齿 它由于没有牙以后 它整个齿槽收缩比较严重 也很难拼接上 很难拼接上啊 也很难拼接上啊 但是还是 可能是一个没牙老太太的感觉啊 保护牙根的齿槽已经萎缩 证明生前大部分牙齿就脱落了 为了更加明显地看男女性 我们来对比他一下 我们对比他一下啊 两个头骨放在一起比较 性别特征更加明显 面部还是比较窄的啊 面部比较窄的啊 这个颅颅位是比较高的啊 颅位是比较高的啊 所以整个呈现出 还是一个暗人的一个心态啊 潜恶对潜恶 还有就是这个位置 我喜欢看这个位置 就是眉间点 下边这个位置 鼻根点的位置 它这个女性很明显一点 它是平直上去的 男性有一个下凹的 明显一个下凹的 就是我喜欢看这个位置啊 它还是比较明显的 一个男女性的区别 两具骸骨 一男一女 又都是老年人 考古人员推测 这是一座夫妻合在的路 既然是老年夫妻合葬仪式 为什么提记中 对女性只字不提呢 带着疑问 考古人员开始清理前室 M12目的前室内部 乘四方形 南北宽约1.5米 在前世西北角的平台上 有一件酱色小瓷碗 瓷器呢 今天看它那个样子 应该是一个灯盏 就是用来这个 放在牧师里边点灯的 灯盏放在只有几厘米宽的地方 显得有点摇摇欲坠 为什么要在这里放置一盏油灯呢 因为像这种木 大多数都是会有一个 就是专门放灯的一个 一个这个砖雕 或者是就有的是这个 做用砖做出一个灯瓷的样子 有的那简单一点 就是伸出一块砖来 半块砖 只能放上一个灯盏就行 但是呢 在那个灯盏 它那个位置就是不太对 随意摆放的灯盏 与精致的墓室 显得格格不入 考古队员开始小心清理 前世的泥土 在清理墙角时 考古队员有了新的发现 去掉一层泥土 隐约出现了一个圆 用竹签从圆心处小心清理 两条黑线露了出来 这是一只瓷碗 黑线是碗内的装饰 瓷碗外面没有湿釉 按照惯例 这一种墓葬 通常前世会摆放供品 和随葬器物 但是在这里 仅仅发现了一个小灯盏 和一个瓷碗 就是说前后边是墓室 是放主人关裹的地方 然后前世呢 就是相当于一个祭祀 一个堂嘛 他们现在就是 我们现在觉得就是 这种制度有可能也是 来自于汉代一些遗留下来的 这种传承下来的这种文化因素 墓主人有能力建造双式墓 却没有一件像样的陪葬品 这显然不合常理 而且前世虽小 也绘制了精美细致的壁画 壁画一直延伸到墓顶 在这座墓的前世呢 在这个顶部呢 也有很多这个屋顶建筑 房屋建筑和一些花卉 这个比较明显是一个牡丹的叶子 你看它跟这个牡丹画的叶子 绽放的花卉 垫与楼阁 颜色鲜艳如初 顺着满墙的彩绘续向上看 墓顶的莲花图案已经破损了 外面压着一块石板 很明显在它的莲花造景的顶部呢 被倒开一个洞 盗墓者呢 应该是从这个洞进来之后 洗洁了这个墓里的随藏盆 然后又从这个洞出去了 为掩人耳目 盗墓者在盗洞处盖了一块石板 泥土和雨水 常年累月从稻洞灌入墓室 又对墓室造成二次破坏 双室墓已经被盗 这让考古队员感到失望 提记中既不提合葬 也不提妻子的姓氏 是否建墓之初 并不打算合葬呢 如果没打算合葬 是什么原因又改变主意了呢 考古队员尝试在墓中寻找答案 看不清啊 就这种 按照惯例 夫妻合葬墓中的壁画 表现的都是夫妻合墓的内容 M12号墓的壁画 是否有与夫妻相关的内容呢 灯光照向墓室墙壁 在墓室墙壁边上的地方 果然就会是这生动的壁画 这应该是 这个好清楚 这是一圈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整整七幅 每幅画在一个独立的空间内 几乎每幅壁画都会有人物 有男有女 形态各异 昏暗的墓室中 斑驳的彩绘 让行奇兴奋不已 有一幅壁画 引起了行奇的注意 这幅壁画画了两个人 一男一女相对而立 我们当时一看就很奇怪 因为这个画面表现的是一个男性 披麻带笑 然后旁边有个女性 当时我们也是查阅 翻资料之后就确认了 他表现的是董勇和七仙女 相遇的一个场景 董勇是民间故事中著名的孝子 他和七仙女的故事 在民间广为流传 成为二十四孝经典故事 卖身丈夫 董勇家里穷 他这个钱不够 他就把自己卖给地主 厚葬他的父亲 厚葬他父亲之后 他在去地主家的路上 就遇见了七仙女 民间故事中 七仙女是玉帝的女儿 她被董勇笑醒感度 下凡要嫁给董勇 这个后世就演变为天仙佩 在民间故事中 董勇不仅是孝子的楷模 更是爱情和幸福生活的代表 虽然这座墓葬 没有像其他夫妻和葬墓一样 描绘出夫妻对坐的壁画 却含蓄而深度地传达了 夫妻同甘共苦的真挚情感 七幅壁画 每幅一个主题 七幅壁画主题分别为 卖身葬妻 娇女枯麦 紫荆妇蒙 埋儿凤母 癌障伤老 枯竹生损 卧冰求礼 七幅壁画 除了传递着孝顺的主题 还表达着兄弟和睦 身体健康和夫妻恩爱 等美好愿望 既然是抗力情深 那么墓志中为什么没有留下 关于女主人的枝言片语呢 考古队员继续在壁画中寻找答案 在墙角的砖雕斗拱上 彩绘了一个奇特的图案 在它那个椅柱上侧 当时以为是个童子的一个形象 就是彩绘的 图案的高度约十几厘米 表现的是全身人像 神情很像小孩 但仔细观察 人物双腿弯曲 双手撑膝 做负重状 好像正扛起沉重的雾顶 后来就通过分析 它所处的位置 而且包括它的手上的动作 就是判断的 它应该就是一个沉重的 就负责承托它上部那些 建筑构件 那么一个立实的形象 前室四角各有一根立柱 立柱上有斗骨 考古人员分析 应该每个斗骨上 都各画了一个立实 但是能够清晰看到的 只剩下了两个 有几个已经脱落了 这个一旦脱落 就是被这个水浸 涂浸 这个彩绘就看不到了 基本上 就是一块简单的砖了 立实赤裸上身 肚皮圆骨 穿着兜当裤 扎腰带 很像今天 日本的相扑运动员 考古人员分析 也许这些壁画 并不是单纯为了装饰 而是墓主人有意为之 因为砖雕墓就是一种类乌式的墓丧形制 墓主人尽可能模拟现实生活中的住宅 但这只是一种猜想 真正的答案还需要通过考古去寻找 M12号墓的女性墓主人的姓氏扑朔迷离 同样消失不见的还有整个郭氏家族 元代时 郭氏家族家大业大 但是墓葬却只停留在元代 之后这个家族去了哪里呢 而墓葬的所在地 就在今天济南市历城区郭殿街道附近 郭氏家族墓 郭殿街道 这仅仅是一种巧合吗 唐代的时候有郭姓仁在开店 然后呢 就是沿用就成为郭殿这个地方 到后来到了说是到元代元末的时候吧 郭姓仁基本上就没了 但是呢就是一直沿用这个名称 就成为郭殿 唐代的地名沿用了一千多年 今天还出现在街道旁 公交车站牌上 唐代时 郭姓仁在此创业经商 他们做什么生意 靠什么发家致富 以至于地名都要用郭殿来命名 这种目的主要是这个人群 你主要是有钱的 富商 抵住 我为什么说富商抵住呢 他没有股命 元代的郭氏家族确实是商人之家 也许是唐代时郭殿商人的后裔 郭氏家族并非权贵 也不是师叔之家 没有特权 没有文化 郭氏家族经营什么生意 才能获得如此巨大的财富呢 元代不过百年的时间 然后这个 他这个 这史书上记载 他是感觉 就是给人的感觉 就是天灾人祸不断 这种感觉 财富往往与运气有关 刑旗翻阅历史文献 发现郭氏家族的富有 或许与天时地利有关 济南就是直属中书省 中书省它就是 整体来说就是复礼 复礼之地 就是说整个元代比较重要的地区 据史籍记载 元朝在今天北京定都后 为了将南方粮食运到北方 从元朝初年 政府就疏扫了南北金航大运河 贯通济南的大清河与小清河 南北与运河连接 东西与海上运输相沟通 因而济南成为水陆运输的 重要集散地 在M8号墓中 陪葬的精致瓷器就来自大江南北的著名遥口 这也是元代济南交通便利的印证 据原始记载 小清河当时号称运沿河 承担着山东至河北沿海地区 十几处沿厂的运输 在历史上许多富商巨股 甚至是一夜暴富的故事 很多都与盐的金银运输紧密相关 大小清河为济南带来了财富 也因此成就了许多商股富户 或许其中就有郭氏家族 他们获得的财富 在六百多年后 以砖雕壁画墓的形式 展现在世人的面前 在整个张秋历程这一片 现在我觉得不完全统计 至少发现元代墓道 有一百座以上 山东地区成为发现 元代砖雕壁画墓最集中的区域 第一个是说明地方的经济很好 第二个说明就是大地主 聚集于这个区域 水能带来财富 但财富往往也会像水一样流走 郭氏家族在元代曾富甲一方 但似乎仍然讨不过民间 富不过三代的说法 考古队员仔细梳理墓葬的年代 发现整个家族目的 M7号目建造年代最早 为太定三年 即1326年 M10号目建造年代最晚 与M7时间跨度相距不到40年 就像就是M8 M7这一排 它那个数量比较多 而且距离很近 明显经过规划 这个时候应该是这个家族的鼎盛时期 加大业大 而且统一都是修建这种 这种圆形的砖雕壁画墓 郭氏家族墓地先后发掘12座墓葬 从建造年代判断 应该埋葬了三代人 其中M8号墓建造于智元四年 即1338年 在家族墓地中 M8号墓主人属于第二代人 这一时期是郭氏家族最兴旺 经济实力最强的阶段 也许是出于低调的考虑 M8号墓规模是家族墓中最小的一座 却是唯一没有被盗的墓葬 小而精致的墓室 墓内装饰的砖雕彩绘 在整个家族墓中堪称豪华 不漏腹 懂得低调的M8号墓主人 在死后六百多年 仍然是家族中财富记录的保持者 而M9号墓 M10和M12号墓三位墓主人 同族同辈 属于整个家族墓中第三代人 M9墓主人是郭石宫 M12墓主人记载是郭石宫 二者都是以这个壁画为主 而且他们两个的年代很近 就是相差一年 他们两个很可能是这个兄弟关系 M9号墓 M10和M12号墓 墓主人分别是郭石宫 郭石宫 郭石宫 三人应该是同辈兄弟 他们的墓丧规模一座比一座更大 但是钱似乎都花在了门面上 墓室之内却用壁画代替了砖雕 显然财力已经大不如从前 从这个人口方面来说 这个家族到这个时候 人丁就已经不是很兴旺了 同时也就表现 他这个财力什么这些方面 也和之前相比也有衰落 M10号墓建造年代最晚 墓中只发现了治症的年号 具体时间不详 伴随着历史的星体 乱世中郭氏家族墓地 大部分被盗掘一空 砖踏木毁 到那个时候 这一片就是天灾不断 水灾 旱灾 饥荒不断 那个时候可能就已经开始舍落 整个社会环境 就对他们这个家族 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 原末明初 史书中多次记载黄河泛满 伴随着天灾人祸和朝代耕骨 砖雕壁画墓也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六百多年后 郭氏家族墓重建天日 让人们一睹元代济南的繁华规律 也感受到了历史的兴衰与沧桑